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五地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集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位於神愛船的蓮艙江士島一帶 是來東京近郊旅遊首選之一 交通方便且包含自然美景 美食 以及歷史文化 是一個即便第一次來東京自由行也可以安排的行程 從東京到蓮艙大概要一個小時 我們大概早上8點左右到蓮艙 先來吃個早餐吧 一日之際在雨晨 由於是旅遊時的早餐千萬不能馬虎 朝食物Kobakaba提供了健康好吃的日式早餐 聖誕使用的有機蛋 你看打在五穀米上面的顏色就知道多漂亮啦 加上一點點的醬油 就變成日本人常吃的早餐 TKG 聖誕拌飯 在這裡體驗日本人的早餐文化真的很不賴 吃完早餐大概8點半 上午到中午的行程我們著重在拜訪歷史文物上 我們首先坐一站到北蓮艙車站 這一區是鮑勃認為蓮艙最充滿歷史氣息的地方 大家可以拜訪這裡最知名的幾個寺廟 明月月的本堂有一扇知名的窗戶 不同的季節的植物會讓窗戶呈現不同的景致 也可以在庭院走走看看自然景色 建長寺開創於西元125年左右 開山時組為南宋來日本紅髮的藍溪稻龍 開創日本殘中大絕派 寺廟內有高2.1公尺的國寶泛鐘 也有許多國家的重要化財 推薦大家到了德月樓坐的休息一下 享受一下日本庭院風景 離開剣長寺我們徒步10分鐘左右來到賀岡八番宮 這裡是西元1063年由元賴以由京都的石清水八番宮 勸起之尤比兵 然後於西元的1180年由將軍元賴朝 將其移植縣址並駕以擴建 成為日後聯艙幕府時期的中心 這裡附地非常廣闊 在這裡花個半個小時左右走走 離開賀岡八番宮也回到聯艙車站附近 現在時間大概10點半 我們可以徒步走到旁邊的小丁通商店街 這條商店街長300公尺 共有200家商店 如果肚子有點餓的話 可以在這邊買點小吃 或是買點紀念品孝敬朋友或家人 如果腳有點酸的話 也可以走到車站附近一家超有特色的星巴克 稍坐休息 這裡原本是日本漫畫家橫山龍衣的宅底秀姬 而星巴克就依照當時的母堤所設計 外觀看起來就像是一般的平房 雖低調但不會平庸 進到店內就會發現 充滿星巴克店內常出現了木質料設計 空間感非常的十足 天花板很高 然後座位跟座位的間距還蠻廣的 天花板的玻璃還會讓光透進來室內 感覺還蠻溫馨的 另外也有一區放賣Starbucks Reserve的咖啡 如果想要稍稍享受一下 可以試試看這裡的咖啡唷 店內很漂亮以外 但店外才是整間店的highlight 看著附游泳池的庭園 有一種自己是有錢人 然後在自家後院泡個咖啡的錯覺 真是一個美麗的錯覺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姜之店的行程囉 第一站先到尤比冰站 下車走路兩分鐘 我們來享用今天的中餐 松原安 這裡是古名家改建成的百名店蕎麥麵餐廳 在室外或是室內用餐都是一種享受 中餐有2000元日幣 以及4500塊日幣的套餐 推薦直接吃4500塊日幣的套餐 可以吃到奧華吃得飽 前菜有7種不同的小菜 烤鴨肉 以天婦羅 飲品 蕎麥使用嚴選的蕎麥粉 然後你所吃到的麵 都是當日製作出來的28蕎麥 就是以8比2的比例 添加蕎麥粉跟麵粉 麵條不容易斷 滑溜有韌性 吃起來非常順口 吃完蕎麥麵之後還有好吃的甜點當結尾 吃完中餐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1點左右 我們搭乘一站或是走路10分鐘 來到蓮艙這區的大景點高德院 高德院裡面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鼎鼎有名的國寶蓮艙大佛 總高度是13公尺 重量約121噸 大約戲院13世紀建造完成 是連倉死在的代表作品 非常歷史意義 離開大佛大概下午2點 我們下午的行程就著重到美美的海景上吧 我們搭乘幾站來到七里冰站 下車後走個幾分鐘就來到海灘 這裡的無敵海景真的美美的 推薦坐在這裡的Pacific Driving休息一下 肚子很餓的人可以吃一點東西 不餓的人可以喝點飲料看海景 店內用餐或店外邊曬太陽邊出來海風都不賴 餐點是沈浸在夏威爾名店 Diamond Head Market & Grill 當然過滅點時均 Nakamura所兼修 確保餐點吃起來貼近夏威爾當地的風格 飲料也是五顏六色非常繽紛 喜歡美式濃郁甜蜜的飲料的螞蟻人 絕對要點他們的巧克力花生飲品 現在時間大概是3點半 我們前往大景點江之島 如果喜歡灌籃高手 前往江之島之前 可以在蓮倉高校站下車拍攝動畫OP的電車加海景 到達江之島了 簡單來說這裡是一個周長4公里 標高60米的鹿連島 我們順著長橋往前走 然後跟富士山打個招呼之後 來到江之島的島上 首先迎面而來就是通往江之島變彩天 重建式通有200年歷史的青銅鳥居 江之島變彩天重建式通 算連接江島神社的表餐道商店街 一路上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店跟土產店 接下來我們通過江島神社的玉神門 銳心門 外觀是模擬龍宮城所設計的 充滿著日本神話的美感 接著往上走 我們可以參拜知名的江島神社 這個神社主要供奉宗向三女神 奔強奧金宮 中金宮 以及邊金宮 三者統稱江島大神 可以利用爬山劍行的方式參拜這些神社 如果角力不是很好的話 也可以搭乘去付費的電腹梯 輕鬆的拜訪這裡 如果想要跟另外一半感情順利 可以拜訪獵人之秋 在龍鏈之中敲一下鐘之後 把掛索放在牆壁上 做你們感情長長久久 大概在江之島的至高點之處 是一個看好的好區域 想要無遮蔽的全景 可以登上展望台燈塔 Sea Candle 一路往下降 我們到了江之島的另外一邊 島的西南方之而之淵 是一個海石台地 是神奈川縣的50個美景的其中之一 天氣好的大白天來這邊看海景很棒 還可以順到觀賞遠方的富士山 夕陽西下的時候也是浪漫 在這裡當然是江之島的最後一站吧 回程可以順著原本的路往回爬 也可以利用搭船的方式回到本島 多段幾分鐘的船程不大讓也省下很多時間 也是一個看風景放空的好機會 爬完了浪漫的江之島 就用一個浪漫的晚餐結束這個行程吧 該在海灘邊的Garb 是一個義大利料理餐廳 在江之島這一帶非常知名 店內大概有200個位置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不需要排隊的 食材使用了江之島的新鮮海鮮 以及香南的新鮮蔬菜 有各種不同的小菜 披薩、意大利麵等等的Menu可以選擇 以河裡的價為讓你吃的薄薄薄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